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8了 58岁这么年轻看起来 反应不行了 保养得真好哦 为什么反对人家呀 等等啊 他44他50 差十几岁啊 说的就是这个呀 你看我儿子32 他44 我58 各位专家各位朋友你们听听 你说我是管他叫儿媳 还是老妹妹 不是你儿子32岁 对 那也得叫媳妇啊 就是大12岁我也是很关心爱的 我们之间也是互相相爱的 甚至你太古板了 我古板 你打天打天天 各位专家你们听听 哪有说自己儿子32 找一个比自己大12 44 现在就把古里古外 就是像这样的大的岁数 你比罗内无雄嘛 让别的那个男朋友大事 也过得非常幸福 你别提那无穷啊 这个大哥的 我跟你讲 我们家 不管是朋友啊 是亲戚啊 这没法说出去 我这老脸都丢尽了 阿姨我想问问 您儿子32岁 之前谈过几次恋爱呢 我儿子可听我话了 没谈过 初恋呀 对呀 因为什么我儿子 自打参加工作以后 我就跟他讲 咱们的重点 得放在工作上 把工作做好 反正是人家也有 给介绍的 介绍都不错 什么外企的 教师啊 什么那个 医院的小护士 你说都挺好 可是我儿子一直就 就是不跟我提这件事 我就是问他 你是有没有 自己喜欢的呀 他讲话 没有太合适的 你什么时候 见到小邓的呀 我回想起来 就是 是个过节呀 是个什么呀 我儿子就带了一个 跟我说是同事 是同事吗 是同事 其实当时 我们找了一个机会 他小时候说 我们相处这么长时间了 我离你去 上我们家接我妈吧 让我妈接接你吧 当时我们就去了 去了之后吧 他又到他们家 他对我也挺好的 然后又做了一桌的菜 完了我就觉得 他应该知道 我们谈恋爱吧 我觉得他是特别 对我好 他是个骗子 默认的 我觉得他是应该 对我们很默认的 您怎么说他是骗子呢 他就是个骗子 你说说具体的事吧 具体的事啊 我跟你讲 你看看 第一次上我家 跟我说 说我们是同事 我还认为真是同事 那大十二 我这五十八的 我就没想到说 这会是 是是是 是两人谈恋爱 我就没往那想 是同事 我还嘱咐他 我还说 你是个大姐姐 到时在工作上 能给帮助指点指点 教教这小弟弟 我先头教育我儿子也是 在工作上 你就要求进步 我跟你说 我儿子自打 沾上他 就没逃脱过这个厄运 都哪些厄运 我跟您讲 我儿子就因为他 第一 我儿子从来不跟人家 这个那个 没哄我脸 跟我这也是 从来都是 怎么说呀 没有反过我 我都 也没跟我这哄我脸 你说 因为他跟人家 在单位打架 受处分 扣奖金 那打架的事 因为我是这么的 我跟你说 打架是怎么回事 我可没让他打 他自愿的 我们是同事 我们是在一个宾馆上 他是门童 我是客服 当服务员 有时收拾房间了 然后我一个客人 要退房 我就是进房间 一看收拾的 发现少了一个鼠标 因为那个客人 马上就要离开 这个地方了 我就是赶紧跑到前台 就问了 我说先生您好 我说我们213 那个房间 那个鼠标没有 你看着吗 我说那个客人 非常恶劣 说你 我拿你什么车票 就是你偷的 你这种人就偷这些 这种人 我说我没有 我说你没看到 别说我偷 他说就是你偷的 他画的一巴掌 就给我掀到地下了 那人特别遗瞒 然后小赵吧 就站在那个门口啊 完了就看他双眼 说你没打 也没赖你 你怎么打人呢 他呢 年轻嘛 一起用刺 然后就上去就 打人家两拳 然后就这么个事 他是抱不平了 我就因为这些子 那时候我才认识小赵 我们之家才认识的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你儿子挺有正义的 真好 就是坚毅勇为 坚毅勇为了 我跟你说 你就因为这个 他受处分 这个那个的 你说以后要真正 因为他被逮进去 我还得给你送大花 行行行行 他确实这件事是帮助我的 你也别这么说 还有什么事啊 我是烦他这个一个 咱不说他离婚不离婚 他特别能算计 算计到什么 你知道吗 他是一次一次到我家 他是想干嘛呀 他听说我给我儿子买房了 你知道吧 有一次他说 讨好我 给我上我家 我做饭去了 你想想 他一南方人 我们北方人 吃不了他这辣 我跟我老伴 出去溜辉 回来了呀 这屋子乌烟瘴气 又呛得我们鼻涕眼泪的 这干嘛呢 我说这是 好 他俩在那儿做饭了 那个他倒是 坐了一桌子 那菜全是红的 你说我们吃得了吗 那你不能给扔了 是不是 我吃到了 我吃到了 你也真是有个说话 你也给做扔了 我真的讨好他嘛 就是因为想 这也没什么 那就是关系 他讨好我 这是有目的 你老住在外面 没有 他有房子 也不让我们回家 他房子闲在那里的 我们一直住房子在外面 你说北京那个 我儿子呀 可听我话了 你知道原来呀 是按点下班回家 知道我们给他买房 我们也是工薪阶层 是吧 给他买了一套房 是哥那 你家有儿子 早晚得娶媳妇 你得给他 预备出一套房来 对吧 哎呀 他可就算垫地上了 我说我儿子 怎么不按时回家了呢 最近 完了之后 我知道我儿子上什么班啊 我就跟踪我儿子 闹了半天 我儿子好在土桥那边 你们可能也知道 地铁的边上了 租了一个小破房 行吗 这不是你 那环境那叫 这不是你又不同意 他又不敢把我领回家 那不够外面 就住住路铁地下 你说为什么租了那房 再说 他为什么要急于住我家房 他是他们家亲戚不断 老乡啊 什么七大公八大人啊 你这不是没走 这不是你又来吧 你别说这个 随家过日子没有一个亲戚朋友来进吗 你也是 你别说话 老扯什么亲戚 他亲戚多跟骗子没关系 怎么他就是骗子了 他骗了我儿子的心啊 我儿子原来给我交钱的 到后来 你看钱不交了 最后还燕也借了呢 原来我儿子听我话 但是这 这不挺好的吗 不呀 既然这事 我始终劝不了我儿子 他是有这银可能 哎 听他的 他给牛肉 燕都借了 为什么呀 你一定外想你 燕都借了是为什么 他扣我儿子的点钱呀 他那些亲戚们来了 走了 不得打点点啊 行吗 你怎么判断他要你家的房子 我根本就拿不了 我们只想租一住而已 你说你房子本来就为你儿子买了 我呢 你说你儿子在外面跟我烧罪呀 又是说 这又是我在外面烧没了 因为我们拿两千多块钱 他拿两千 总共五千块钱也 住不起高级高条街的 只能在那个款项下住 他说这不是我也心疼吗 我真是我也没过过苦日子 然后呢 我就讨好他 上他们家去 就给他 我还想你一件事 就类似是 然后他买的水果 哎呦 你听我说 跳门就把水果就不住在脸上 您说吧 您叫他住嘴了 听我说 我跟我老伴找上东西遛弯 遛弯回来 我就发现这屋里 这东西都动了 这怎么回事啊 其实我早有戒本心 因为我就知道他们南方人心眼多 你就别一口一个南方人 我们都是南方人 你还不让说 你们家怎么了 他把家里都翻了 谁翻了 他怎么进去的呢 他就是他 儿子有门钥匙啊 啊 他翻什么呢 肯定是翻 翻房本呗 翻房本也不能拿走了 他还有登记 还要户口本 哦 等于 您怀疑他们在家里面 对 偷过房本和户口本 对 偷走了吗 我一个人藏的地方 一万个人找不到 我应该我知道 他在墓地 你承认啊 是我干的 你怎么会偷呢 因为为什么呢 你说吧 我跟小赵住在外面 已经是三年多了 这不是房住吧 我年龄越来越大 我有点租结了 我心情想的话 我说早早一点 我说咱们接着婚吧 算了 我说小赵 要不您回家 找找那个户口本 咱们登记去算了 完了就进去 他回去就去了 完了没找着 又回来了 回来啊 第二回 我说我们又过了 第二回 我让你有第二回吗 我换锁了 过了一段时间 我说小赵 我说你再回家吧 小赵又回去了 到门口打一会儿 进不去了 小赵 我说这样的母亲 还防住儿子 我说你 你又不会给他锁闸了 我说我当时 也有点冲动 小赵一行 一急动 就给他锁闸了 我想问问各位 这次找 什么也没找着 这次是小说办 这次又承认 是我不对 小说办 但是我也并无忍耐 我没有办法了 你知道他一天天年龄大了 你找不到机门 打架打架是他 翘锁锁锁是他出的主意吧 打架是因为引起的吧 因为他引起的 好好好 这样 今天呢 儿子也在我们的现场 我们来问问他好不好 但是儿子呢 不愿意在那个镜头前出现 他只通过声音和母亲 还有女朋友交流啊 我其实这个事特别好奇 小赵已经到了这个现场 为什么还不露面呢 小赵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吗 你好小赵 主持人好 嗯 其实吧 我家里有这么个事儿 我 我心里比每个人都难受 呃 他们两个人都是我特别深爱的人 他们打成这样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嗯 我觉得 我实在是没有脸面 嗯 露这个面 好 那刚才妈妈也说了 嗯 好像之前你有过 把父母亲的房子 所撬掉的这样一个事情是吗 嗯 确实是有这个事儿 嗯 妈妈其实挺介意这个事儿的 因为我确实也没办法呀 因为你看我妈的性格 我也我也曾经和她沟通过这些事儿 她一个是没法沟通 一个她也不愿意听 她身体也不好 那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她们来能把这个事儿缓和了 因为我自己个人真是无能为力 你希望跟小张结合吗 我非常希望 小张她是个特别不一样的女孩 那你上来吧 你上来呢 当着大家的面 当着你妈妈的面 咱们这事儿 这是特地是为了来这个 来解决这个事情 你就上来 儿子你不能听她的 她说什么你就听了 我 你说 你上来吧 你别怕 你老朵儿也不是诗啊 今天是我的唯一的语言 我告诉你说有我在 你不能上来 唯一的语言赶紧上来 那你别说了 行吗 小张你这样吧 这个不难为你了 你也别上来了 对 你上来对妈和这个女朋友 可能都不太好 小张 你赶紧上来 你说你在背后说的那么好 今天这个困境这么好 是唯一的事儿 你赶紧上来啊 行不行啊 你怎么 不听她的 那么窝囊啊 你赶紧上来吧 你看你还敢骂我儿子窝囊 我求你了 行吗 我跟你说 我已经在这站在这儿 我就不就丢脸了 我求求你了 你可别把老郎姐的脸都丢光了 行吗 来来来 都到这儿就你帮了 你说 你要不上来 这个事儿可能还有会儿 你要听她上来 那撤你了 那这样我们接下来来听听帮助团老师的意见 进入我们的幸福帮帮忙 许总刚才非常着急啊 说吧 我觉得婆媳争斗的根源就在于他们家的男人 他居然不上来 你们俩之间的矛盾 如果他不出来解决的话 没有任何人能调节好 因为你们俩没有先天的亲情 你们都是因为他 然后走在一起 你们现在就争夺同一个男人的心 所以小赵 你能不能出来 意味着这场他们之间的争斗 是否能够有一个和平的解决方式 我儿子三十二 你说就遇见这么一个缠住了 哎呀 我还等着报私了 我觉得他现在所有的表现都是 您赐予的 因为他太听话了 他就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一样 现在你一直控制惯了 你说我想报私了 突然他又要听媳妇的话了 他没有组件啊 你天天这么闹 能爸爸没有生日吗 心里很不平衡 所以说 媳妇你也别说话 因为其实从现在这舞台上 看出你们之间的矛盾 你也是起因之一 虽然你跟丈夫之间 有很多的亲密的动作或者行动 但是不要让未来的婆婆知道 这很不好 所以说小赵 可不可以出来站在这里 勇敢的像一男人一样的 解决这个问题 儿子你不能出来 你出来小赵行吗 哎我倒觉得 小邓你倒是可以退一步 干嘛非常的出来 你知道吧 留个好印象 你知道吧 你说他出来能解决什么问题 我太主机 因为我问你 就是他这么窝窝窝窝窝窝 出来他能解决什么问题 太窝囊了 不是窝囊 其实这一幕表明了一个说法 问世界情为何物 可怜一物详一物 儿子很软弱 这个小邓呢 非常强势 我们说 爱情是不分年龄的 但年龄是有代沟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一个比较软弱的 自己没有主意的男人 如果说和小邓这样结婚的话 那么婚姻要天长地久的幸福 就算了